从今天开始 购买新建房屋的首购族 房贷的还款期可以延长到30年 来减少每个月的还款额 然而有地产经济就表示说 新的规定 其实对提振房屋市场的作用很有限 请看记者许然的报道 其实收益非常小 而且收益的人群非常有限 我觉得总体是 比上来说是一个 治标不治本的这么一个政策 大多区地产经济刘叶认为 新规定主要针对年轻买家 但有三大限制 包括必须是首次买家 购买的新屋价值不超过100万元 以及选择有保险的房贷 也就是首付金额 需低于房价的两成 你的LTV你的借贷 借款需要在80%以上 就是说你100万 我可能要借80万 那很多人是不一定愿意去这么做 同时呢 因为这么去借款 也有一个保险的费用 根据加拿大 按揭与房屋公司CMHC数据 截至今年第一季度 约三成的房屋贷款者 选择了有保险的房贷 另一方面 安审地产协会数据显示 六月房屋销售量比五年平均低两成 而刘业反映 首次买家通常关注的公寓市场 表现仍然低迷 从这两个月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慢 很多condo它的卖了可能一两个月 都根本没有修饮 没有offer 刚需的买家是有 但是很多人都是在观望 这个市场情绪目前来说是 不是特别 大家不是特别有热情 我做了这么十几年 觉得这个真的 今年可能是真的是自然时刻 CMHC最新数据显示 六月份安审新屋开工量 比去年同期下跌四成四 所以从CAM condo的开工量来说是 基本上可以算停滞了 很多项目取消 很多项目 有一些建商大大小小的都破产了 Developer和Construction来说 他们是可能至少有50%以上的 capacity都是停滞了吧 由18家安审开发商组成的联盟 今日致信三级政府 要求取消新建住房的销售税 土地转让税 以及调低开发费用至15年前水平 该联盟表示 税收占开发成本的两成九 是15年前的一倍半 Omni记者续安报道